大家好,我是夏图专电台的小主播宇童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对基本和普遍之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 一般具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 研究宇宙的性质 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基本问题 哲学按其希腊语词源是追寻智慧的意思 中文里哲起源很早 其历史久远如孔门识哲 古圣仙哲等词 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 学问精神者 及西方近似哲学家 思想家之位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 以老子的道家 孔子的儒家 莫子的莫家 和晚期的法家为代表 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 已经开始讨论了哲学问题 北宋中业之后 道学家的声势越来越浩大 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之印旨 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 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 和削弱他的声望 南宋以后只有诸禄二系 传续不绝 原名之际诸学进居正统之位 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 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 慧董在凭毛诗著书时说 毛诗著书时说 纵如之祸 甚于秦辉 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总是从感知具体到理知抽象 在何而理知抽象性的具体 理知抽象性的具体 就是通常所说的智慧或哲知 进一步的各种哲知 形成了理论系统 就产生了哲学 或称智慧之学 用范畴式表达这一过程 就是哲知 感知和理知 或者体系 个人和关系 哲学 哲知和体系 那我们来看一看哲学家们对哲学的定义吧 哲学的定义一直曾有争议 这争议随之历史而不断地扩张 而且根据不同的时代 对不同的问题兴趣而改变着 一般认同哲学是一种方法 而不是一套主张 命题或理论 哲学的研究是基于理性的思考 寻求能做出 经过审视的假设 而不跳脱信念 或者只是纯粹的 类推 不同的哲学家对推理的本质有不同的想法 各国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与定义 那我们先来讲讲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 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 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 而不神学一样 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 企经人为科学知识 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 它又像科学一样 是素知于人类的理性 而不是素知于权威的 无论是传统的权威 还是启示的权威 一切确切的知识 我素认为都属于科学 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 都属于神学 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 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欲 这片无人之欲就是哲学 那我们再来讲讲柏拉图 柏拉图提出 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 它是哲学的开端 柏拉图满运深意地说 Iris 彩虹 同之女神 宙斯的信使 指惊奇之女 其无物宿其血统 Iris 彩虹 向人传达神的旨意和福音 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 在其注目之下 万物脱去了种种素食的遮蔽 而将本真展现出来 由此它把自己作为一种真正简状性的力量 三 我们再来讲讲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行而上学》中说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人都是由于惊奇爱开始 而开始思考 而开始哲学思维的 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 继而逐步前进 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例如关于月项的变化 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 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 便自觉无知 我们再来讲讲黑格尔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 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 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 哲学以绝对为对象 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诺瓦利斯 十八世纪 德国著名浪漫派世人 诺瓦利斯 关于哲学的定义是 哲学是所有科学之母 哲学活动的本质 原就是精神还乡 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 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 且可称之为哲学 那我们最后再来讲讲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 如果把科学理解为 在最普遍和广泛的形式中 对知识的追求 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 是全部科学之母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贺子涵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报效历史 第二次工业革命 是指十九世纪中期 欧洲国家和美国 日本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 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 是从手工制造的年代 进入大规模生产和蒸汽时代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 则是从蒸汽时代 进入了电力时代 十九世纪 自然科学的研究 取得重大进展 在1870年以后 由此产生的各种新技术 新发明层出不穷 并被应用于各种工业生产 不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866年 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 到了七十年代 实际可用的发电机就出现了 电器开始替代机器 成为补充和取代 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 随后电灯 电车 电影放映机相继闻试 紧接着 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 相继诞生 九十年代 柴油机 创制成功 内燃机的发明 也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 八十年代 凯尔本茨等人 成功的制出 制出了 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 内燃汽车 远洋轮船和飞机等 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内燃机的发明 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 和石油化工工业的生产 在接着电话和无线电报的成功 被迅速传递信息提供了方便 世界各国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联系 也因此进一步加强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 和第一次工业革命 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 许多的许多技术发明 都是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 主要依靠的是科学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 不是在一个国家 而且几乎是同时在 好几个国家开始的 新的技术和发明 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英国的范围 发展也就更迅速一些 最后 对一些第一次工业革命 还没有完成的国家 这两场变革 是同时进行的 他们既可以吸收 第一次工业革命 又可以直接利用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 19世纪70年代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推动下 企业间竞争开始加剧 这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 击垮大量技术落后的企业 这个一定程度上 产生了垄断 有一些在竞争中 壮大起来的少数 规模较大的企业 达成协议 形成垄断组织 第二次工业革命 极大的推动了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对人类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 科技和生产力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使社会面貌 发生天翻地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期的报效历史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小主播 讲故事 大家好 我是夏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 胡庆言 今天我会继续读 一本故事书 叫做《狐狸和冠》 狐狸和冠 有一天 狐狸小姐遇见了冠小姐 她们互相问候了对方 然后就开始聊起天来 她们聊了一会儿 发现天色渐渐变暗了 于是狐狸小姐就对冠小姐说 我家离这里不远 你要不要来到我家里去 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冠小姐很高兴地 接受了狐狸小姐的邀请 她们一起来到了狐狸小姐的家 狐狸小姐亲切地对冠小姐说 我去煮饭 你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一会儿 我坐好了就告诉你 然后狐狸小姐就去厨房里 准备吃晚饭 一阵阵香喷喷的味道 从厨房里传来 这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冠小姐觉得肚子越来越饿 她非常期待这顿美味又丰盛的晚餐 终于狐狸小姐从厨房里 端出了一道可口的汤 不过狐狸小姐把汤 装在两个又大又扁平的盘子里 狐狸小姐把一个盘子递给冠小姐 把另一个盘子放到自己的面前 她很快就喝完了自己盘子里的汤 但是狐狸小姐却都没喝到汤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冠小姐的嘴巴又尖又长 可是盘子太浅了 你为什么不喝汤呢 你不喜欢我煮的汤吗 狐狸小姐笑着对冠小姐说 可能你不太饿吧 这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帮你把汤喝了吧 狐狸小姐说完就把冠小姐面前的盘子 拿了过来 一口气把里面的汤都喝光了 冠小姐心里非常生气 但她仍然平静地对狐狸小姐说 亲爱的狐狸小姐 为了感谢你的招待 明天早上我请你来我家 我准备丰盛的早餐招待你 然后冠小姐就空着肚子回家了 第二天 狐狸小姐起了一个大早 她觉得肚子特别饿 很快她就想起了和冠小姐的早餐约会 狐狸小姐觉得肚子好饿呀 于是她赶紧穿好衣服 急急忙忙地跑到冠小姐的家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的家 冠小姐亲切地问候狐狸小姐 请进请进 我已经把餐桌摆好了 再等一会儿 餐桌上就可以摆上好吃的早餐了 狐狸小姐准备好大吃一顿 她心满意足地期待着冠小姐 从厨房里端出来美味的食物 过了一会儿 冠小姐端出了散发着 震震香味的浓汤 但是美味的浓汤 却装在两个又细又高的瓶子里 瓶子的口又窄又长 狐狸小姐的嘴巴很宽 她根本无法喝到瓶子里的汤 这个时候冠小姐又尖又长的嘴巴 则派上了用场 她快乐又满足地享用着这美味的浓汤 你为什么不喝了 冠小姐问狐狸小姐 是因为你昨天晚上吃太多了吗 所以你现在一点都不饿 好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把汤都喝掉 接着冠小姐就咕噜咕噜地把汤全喝完了 结果狐狸小姐什么都没有吃到 她垂头丧气地空着肚子回家了 冠小姐则吃得饱饱的 心满意足地笑着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突然对这种深恶的东西感兴趣了 其实还不是很专业 但是因为历史没有东西 我想写吧 就是你开始讲哲学 这就是因为历史没有题目了 真的 所以你上周从唯新唯物主义开始 其实是上周就开始讲这个是吗 从上周其实还讲的是唯新唯物主义的历史 但是这周就完全变成哲学了 你讲的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都跟不上 跟不上 那我想想下次换个什么样的 那我们下次就来讲该如何变成一颗椰子吧 还是想讲历史吧 那其实历史的有一些部分 然后我虽然可以讲 但是我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该怎么把它讲得有趣一些 所以感觉就算是讲了 大家也不会开心的 所以就只能换哲学奖了 毕竟哲学大家都听不懂 然后 那你自己都懂吗 那你自己都懂吗 哲学的 一部分了 那我也可以给别人分析一下 但是我不是专家 你学校有没有学哲学 就是有跟哲学有关的那种呢 那没有哲学有关的科目 我们的学校真的是比较烂 然后连基本的一些clubclub都没有 但是我们我还是 我们学校是 我们学校是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课 但是除了 但是除了那就没有了 让我去上 谢谢 要不我换到心理学吧 心理学也学更容易懂一些 嗯 你还是知识广泛很大 是广泛 但不 但是不团圆 哪一个都不团圆 很灵凑 知道的东西都很灵凑 那青年的学校呢 你们学校的club多吗 我们学校就是有科学club 有数学club还有iclub这样的 然后呢 学校一般的科目就是选修课 都有就是有更多数学有就是呃 跳舞艺术这些呃画画 然后呢也有就是 像leadership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挺多的 选不过来 天呐你的选修课选了什么呢 我选了法语 呃 我吗 啊 天呐何子涵 啊 我 我 我选了 我选了乐队就是 orchestra吧 我也不知道中文应该叫乐队还是什么 哦管学乐团 哦管学乐团 对 我是学了那个 我学了法语 还有呃 我从中一开始有个画画的 那静言你是什么乐器呢 我是小提琴 小提琴的人多 小提琴人人真的很多 我知道的都很多 那子涵 我是我是挑了法医课和商业课 法医课会解剖吗 呃 好像不会 让我去上 让我去上第一节课 然后老师 你们对什么内容感兴趣 我解剖人类尸体 我当时也是 我当时说有意思也是解剖 我们不解剖 我好像 解剖小动物 但是 不一定 可以解剖木乃伊吗 不会 你不要再玩梗了 可以把木乃伊带回来给我们榨汁吗 有命啊 我们我们就是说有小动物没解剖过 我还好在第一半第一个学期还不解剖小动物的下一个学期可能会 我记得 我记得雅秋老师还解剖过青蛙 对 我觉得都是理论 我的一些老师他们就是科学的老师 还有就是别的老师也就是解剖过青蛙 好像这个很常见我觉得 好可惜我们科学科都不解剖青蛙 可能会吧 我们那个我们我之前上一生物课也没解剖过 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让六年级的life science解剖青蛙了 然后我们八年 拿了这啥 啥都没解剖过 我们只在生物课解剖过牛星 不是活的动物不好 我们生物课没有 不是让我解剖牛不好 但是校长还赤巨子 因为我们说要经费真的不多 赤巨子买了一套羊肺回来 然后但是羊肺套了福尔玛林 真的很难闻 然后我还坐在第一排 我离得最近好难闻 当时就想跑出去 从我的教室里跑出去 但是那个 他们听起来都酸爽了 校长紧紧的盯着我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盯回去我 然后后来校长就没有看我 但是他没有看我 我也不敢跑出去 跑出去会被记absent 那青年你解剖过什么内脏或者动物吗 没有我我才是上中学 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不敢 weak 以前我们家有一只大老鼠 在看我们家车库里的苹果 又有一天忘了关车库门 不小心放进来 然后他就在吃我的苹果 然后 但是后来 害怕他身上有病有鼠疫 所以最后我还是没有解剖 我家也没有专业的工具 等我把工具都买完了之后 我会去买没有病的动物来解剖的 我那个 我记得我以前 就是我们家里有蚂蚁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一袋蚂蚁药在车库里 然后里面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蚂蚁了 然后等再有蚂蚁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蚂蚁药的袋子里有一只死的老鼠 好恶心啊 老鼠在吃蚂蚁药 你告诉他不要吃 然后兽医都说了 不是给你吃的 嗯 那问一下子涵 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发生吗 三次工业革命 如果就是 如果在未来 未来有什么就是很厉害的这种 像比如说能够实现 像科幻里那种投影 投影式的屏幕 我觉得挺好的 可能会是第三次的 我希望以后科技发达之后 就是像那种Hologram 然后 以后科技发达了 肯定死的人就多了 然后过我去当科学家 然后我就可以解剖很多死人 哎呀妈 那你现在开始学生物学吧 最好有木乃伊 诶 那今天 呃庆妍你讲的是 我其实的未来科技 呃狐狸和冠 冠是一种就是 嘴特别长特别尖的鸟 然后就是白色的大概 哦我记得我爸爸还拍过冠的照片 然后立马钓了一只大鱼 然后大鱼直接吞到他嘴巴下面的那个袋子里 然后 嗯 那听说在西方历史里冠也是宋子鸟 那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对冠做过就是搜查 或者就是没查过跟冠 呃就是 相同的资料 因为呢我其实呃最开始以为这上面这个冠叫鹤 因为我觉得鹤和冠好像都是鸟而且都挺大的是吧 嗯 那我们来讲一下 要是冠或者宋子冠音送了太多孩子来 然后全世界进入大饥荒 然后爆发第三次世界战争 然后我可以战争的时候为非作歹 然后就可以进到第三次工业革命 然后就可以当科学家 可以解剖 然后可以解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死掉人的尸体 好 你这样有50%的概率被呃被送到海牙受伤啊 还有50%的概率被送到科学室 然后切开我的大脑看看里边是想什么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已经是PG13了 未满13岁的观众请自觉退出 啊 那倒也是 可以请青年你也退出 你也未满13岁 哎呀 好吧 我也未满13岁 呃 但是子涵满了13岁 但是要是只有子涵一个人在的话 就不是PG13了 互相矛盾 那倒也是 那不管节目是不是PG13了 反正今天都要结束了 大家还有这么想说的吗 我没有太多可以说了 那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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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